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非常的暴动 因为股市实在跌得很惨 起片情顺顺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 这个底官基金底 就这样子被摔破了 今天最低来到13462点 那么这个时候 当然很多相关的机关 就站出来说要救市 这些措施到底要怎么判读呢 哪一些是真的有办法 逆转胜的讯号 哪一些只是空包弹 我们今天仔细来分析 这一波很多的小白又阵亡了 但是but高手在干嘛呢 高手伺机而动 到底怎么样可以在这一波 有机会逆转胜呢 另外认为自己也是高手的 包括英国的首相特拉斯 想要当高手来救经济 没想到发生了 英国的英镑被狙击 有没有可能重演欧债危机呢 另一方面来看 中国在二十大之前 也颁出了一个命令 说禁止大型的机构 在卖太多股票 有这么神吗 中国的股市可以就此稳住吗 我们今天就仔细来分析 马上介绍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 这边是亢奋区 万保周刊总编辑 中文总编欢迎 欣宜好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庆才欢迎 欣宜好 大家好 我们国泰证券期货顾问分析师 蔡明翰欢迎 欣宜好 大家好 心头料宰 这边是我们淡大财经一教授 段老师欢迎 欣宜好 大家好 中国专家吴老师欢迎 欣宜好 大家好 我们首先来看 这一波就是大家最关系的底破了 现在看到万二甚至有时候破万的 各种的利空的因素都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主管机关出来说 这个市场必须稳住 喊得很多信心喊话 可能利多包括了说 国安基金的执行秘书说 国安基金都有在场地都有在 大家不要怕 那么国安基金也说 提前一个礼拜要来开会 包括央行也组扁 陈勤现在没有外汇管制 那么劳退基金是再拨款700亿 270亿随时上谈 这些利多我想问一下 我们现场的来宾 你们怎么看 台股有办法因为这些利多止跌吗 yes or no 另外你们觉得台股目前像是什么动物呢 帮我们写一下 请先取牌 可不可以止跌 现场四个都说不可能止跌 只有吴老师 吴老师我们先来听一下 每个人看法都不同 郑鞋你觉得不可能 是的 因为台股现在像什么动物呢 就像什么 鲸鱼 鲸鱼 大家看到现在最红的 鲸鱼不是很大块 最红的就是讲这个鲸鱼 但是是什么的鲸鱼 搁浅的鲸鱼 现在搁浅的鲸鱼缺少什么 资金的活水 就在等待资金的活水 所以要怎么解决资金的活水 这台鲸鱼才能够破检而出 OK 现在是搁浅的大鲸鱼 好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 你觉得没办法止跌 是的 因为要让资金的活水进来 但是让资金的活水进来 必须要两件事 现在只做了第一件事 什么 第一个是汇率跟利率 这两个事情要先解决一个 像各国都在干嘛 要先解决汇率 因为如果不解决汇率 钱还会蜂拥而至 这个资金还是会往美国跑 所以像各国都想要解决什么 汇率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英国央行紧急出来干预 希望能够救世 我们看到日本政府多少年没出手了 24年没出手了 都要出手了 那台湾呢 当然我们这个也出现了 这个是个坚持跟大家说 没有外汇管制 大家不要怕 但是可以看到 大家虽然没有外汇管制 但是都在什么 做最后的防线 台湾 这个防线 要守 日本也在守 对 大家要先做一件事要干嘛 先守汇率 那为什么不守利率呢 因为大家在经济的条件上 实在没有办法跟上 美国升息的一个状况 所以要牵守 那守完以后呢 再看资金能不能回来 我们再看看搁浅的金鱼 到底有没有机会 获得资金的活税 那但是还有一种呢 就是 各国呢 也真的 底线一直在说 所以我说 第一个 当然央行已经出面 出来澄清了 绝对没有外汇管制的路 那中国也说过 就是他不要赌人民币汇率 那我们知道 中国的政策是很明显的 那英国也出现了 急剧干预购债的情形 那我们的好对手 韩国也赶快出来 都证明了什么 过去大家竞扁 希望干嘛 有东西有产品 但是现在已经扁到 动摇国本了 所以赶快要出来 互助这一个指数 那可能有人讲 那这样子 如果互不互得住呢 我跟大家一直说 这 这四个字 一直 只要你看到这四个字 本来通常啊 就有一波反弹 这以前信财哥也在教大家嘛 但融资为时 那多少会反弹 本来昨天啊 大家约跌364点 会有出现比较大的融资减幅 可是没有想到 为什么感觉就是反弹 预政乏力 因为郑教授 出来大脸大家说 你们不要以为融资 维持率现在很低啊 还有157 所以在短线上 我认为还没有出现 真正那一天 我们常常讲过 当头版头要出现说 万件齐发体不得性了 现在还有157 大概在等待一下 在等一等 这个还没有到血流成河的时候 好 庆才哥 你的动物是 鸟 鸟 这一个鸟不是 还有一个一只公 金公之鸟 对 大家在抓底都抓不到 而且为什么 鸟为死亡啊 鸟为我们未来股市里面 为了赚一点点钱 变成小鸟 还要被这些公来射 所以说我觉得来讲 用小奶来比例来讲 鸟为死亡 本来要赚你这个菜钱 现在整个人都已经受不了了 没错 我们来看一下 纸碟面到底要怎么观察 好 纸碟面来讲 第一个 容自卫次第跌破148% 第二个要政策有实质的救世措施 现在好像还没有 我每次都讲说 我要救世 我要开会 就是台海而已 都台海 都没有实质措施 而且这一次 国安机姐跟你讲了 我这一次是怎么样 只有点火不拉台 那你只有点火不拉台 人气气聚不起来 所以说这个部分来讲 一定要实质的救世措施 最实质的就是线空力 禁止这个戒却 这个最实质的 然后台币要回升 台币不回升 钱一直流出力 没有航行 所以说现阶段的操作策略 现在FED所有的观点都是什么 不可能在这里转为鸽派 每个都你讲的很严重 除非CPI的数字 就是说我们 这个11要公司 明显的下降 这个他可能才会改变立场 第二个 尽管会真正有实质的措施出来 我们在进场去做布局 第三个 技术面 你不要去摸底 这次摸底的人 全部一直摸 都摸到都已经都没钱了 越赔越惨 等技术面真的底部成形 这个整个缓转在进场 我觉得会来得比较实际一点 谢谢新才哥 所以止疊讯号还没有明确出来 好 明显 OK 我选的东西河马 为什么是河马 对 这个大家可能好奇 河马很特别 看起来很友善 但是BBC有提到 它是路上最致命的哺乳类动物 为什么会这样讲 就是说对比而言 大家想一下2020年当时疫情 跟今年一样崩跌三成 但是时间不同 上次用了三个月就V型反弹 这次跌了九个月还没见 蛮折磨的 也看这一年到过了 对 这就是大家讲的 新手怕急跌 老手怕缓跌 对比来讲 今年大家觉得 最严重也不过就生息而已 就像河马一样轻视它 但河马的特色就是 没有动物可以忍受它 踹一脚或咬一口 所以最后觉得 生息而已就被咬了一口之后 才知道这么的严重 所以才会觉得 今年的股市就跟如同河马一样 OK 好 我们一起来看 所以可能很多致命的影响 还在发酵当中 你觉得会跌到什么程度 这一块来讲 我觉得短时间确实还需要一点时间消化 比较重要是因为 9月肺的生息过后 11月的生息又从2马变3马 12月又从1马变2马 我个人觉得最起码 这现在预估的 对 最起码等一个月 确定这个整个变化已经稳定之后 我觉得股市才会有比较好的机会 因为大家担心就是升息过后 可以看到 这是美国的新订单指数持续下滑 客户的库存持续上升 所以就是讲到 快速升息已经引发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所以这块来讲 我就觉得说短时间而言可能没有那么快 到底关键点要观察什么 我觉得可能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 比较重要 就过往来讲像这种空头 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告诉大家基本面不用看 你只要看技术面 或者是筹码面比较重要 但今年比较特别 因为恐慌资金持续往外流 我反而觉得今年美元的部分 可以持续做观察 对 我们看到下一张字卡 可以看到美元的一个走势来讲 其实蓝色的线就是美元 绿色的线是台股指数 这条橘色的线就是它的月线 你只要看到它每一次回落到月线 台股就会弹 回落到月线台股就会涨 现在离月线蛮远的 对 现在离月线蛮远的 你可以看到每一次只要碰到月线都会涨 所以后续来讲 它只要能够往月线考评 美元开始扁的时候 重点我要跟大家提到 这个是所谓的反弹 不代表会涨 我只是要先跟大家提醒 而且还只是反弹 还没有离回升还很久 对 那我们就讲怎样才会回升 其实如果看到回升 我们就要跟大家讲 你要看到季线 因为季线常常在讲 季线就是一条生命线 但它能够回 整个季线可以完全的翻转 你能够回落到季线的时候 对 今年以来季线 它完全回不了季线以下 今年曾经有一度 当时就是7月大涨的时间点 觉得它即将跌破季线 结果没有碰到季线之后 又喷出 所以股市就崩落 所以简单来讲 如果碰到月线 这是给予反弹 如果回到季线下 就会有比较大波的一个行情 可以期待了 这个蛮好分辨 一个是月线反弹 再来是季线 这边段老师也觉得不可能指定 动物是什么 动物是两种 一个羊 一个是海狗 为什么呢 两种 羊 台湾的投资人 很像羊群效应 一堆资讯进来 就赶快去冲 冲到00878 所以他现在是第三名 看你的损益表就知道了 自己的损益表就知道 亏得很惨了吧 现在小白 这个非常心碎 尤其是买到500块钱的台积电 或不会回到五字头 大家看着办吧 另外一个是海狗 大家有没有看过Discovery 那个看到熊过来 海狗马上跳海 很类似的一个情况 不是吗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还在喊说 要买哪一档股票 你要叫人家去跳海吗 但是海狗跳海是不会死的 所以基本上我可以说一个论点 台股何时落点 落底 一个原则 只要美元还在涨 这个就没指望 OK我们来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跟刚刚讲 美元还在涨没指望 我们刚刚说回落到月星 跟季线才比较希望 那当然我们说这张图形的话 这个是美国十年期国债 好多人都觉得说 这殖利率干什么事 但是问题是大家能看到 我们录影时间是跟昨天周三 台股跌了300点了 为什么 那不就是冲破4%吗 你说谁说台股跟殖利率是无关 而且是跟美国的十年期国债 殖利率无关 为什么很多的股市 都是穿越了底部了 你看就是这样子 这个部分 就是台股盘中的时候 美国十年期国债的话 冲破4% 结果跌下来的话 台股有没有涨回来 没有 反应过度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把时间拉长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边的十年期国债 跟美元指数的话 我们把它切割一半就好了 左手边的话 是美元指数跟利率 是有同步的关系 全部都有同步关系 但是我们看右手边的话 是利率在领导美元指数 利率在领导美元指数 因为这边在涨上来的时候 你们看到美元指数就跟着涨 怎么说呢 美国要压通膨 先拉利率 通膨压不过 利率过高 美债会狂跌 抛售 所以这下子好了 我来做一个货币战争 把美元拉高 把美元拉高 货币战争通常都是大国 才可以发动的 你那个小国 就跟着去扁就好了 所以全球现在 货币点值竞赛开始 前一波欧元被狙击过 这一波换英镑都要平价 美国才会 这个算了算了我不玩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个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推导说 这张图形的话可不是我画 这是德意志银行 从1786年 把所有国家的政府公债 用GDP的权重 去画出来的价格图形 很多人都说 我们这一波的债卷 债卷的抛售潮的话 是第三次 不是 是第四次 第一次在1866年 因为很多人都没出生 这下子有出生的 恐怕现在都变成神鬼传人 所以第一次的话 是在1926年 也就是1926年这一次 前一波是1946年的 这一次你看 这一次是不是76年来 所有的政府债卷的话 是第一次跌到20%以下 真的耶 主要进入熊市 这可是所有的 这Global 所有的Global的政府债卷 用GDP的权重 所以你说这一次的衰退 是格外严重的行星 对 所以结论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 这一波看起来 所谓的这边的抛售潮 基本上都是战争 要不然就是债卷违约 这一波有看到吗 没有 所以特别危险 当然有很多人都觉得说 我们P值非常低 非常低 赶快进场 很多人还在喊 10.4是不是很低 没错 10分位数是 10年来的分位数 是最底部 到地下室第10层的 当然这样子 你敢进场吗 我是不敢 我们看PV ratio就好了 PV ratio 怎么会是81好高好高 在上面 当然我们说P也在跌 B当然也在跌 否则的话 为什么会有很多的金融机构 被要求要增资 或者是禁止要扩大 请问各位 如果说我们10.4你敢买的话 请问你 你可不可以敢买韩国的10.0 要不要买 你敢买吗 10.4觉得应该很够便宜 很便宜 你可不可以买韩国 我们看你勇不勇敢 去买韩国的 是不是PV ratio 所以你觉得现在这估值 也没什么好看 估值也没什么好看 谁愿意看这个估值 所以基本上很多人都认为说 股票涨的时候估值我也不看 股票跌的时候 我就非常盯住这个估值 说勇敢的告诉人家 请问你 你香港的8.9更低 你要不要进场 很多人有一些分析师 现在是在冲香港 所以你如果跑得太快的话 恐怕跟那只海狗 是一模一样直接跳海 OK好 所以邓老师现在觉得 完全看美元的走势 对对对 不要自己猜任何的讯号 或看任何的 反正天天都便宜的意思 是没错 怕更便宜 对OK 然后另外来看 那我们现在大家都在找 怎么样可以判断一个 一个落底 跟可以进场买股票的讯号 当然这个低档买股票 是很多人等了很久的机会 好问题是什么 是底 我们请明翰一起来看 这个是警戚对策讯号 我们看到这个对策信号的分数 因为之前讲说 蓝灯买股票 红灯卖股票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是连续第六个绿灯 23分 23分已经在绿灯的下缘 马上可能下个月灯号 就变成黄蓝灯 代表景气衰退了黄蓝灯 这个指标一变成黄蓝灯的时候 离蓝灯又慢慢的接近了 怎么样来判断 这是一个落底讯号了呢 OK 其实这块来讲 我觉得可能短线的一个部分来讲 可能常用灯号 可是我们可能要把时间拉长 其实这个景气对策讯号 我们用比较长线的一个部分 可以去做观察 这个绿色线就是景气讯号 其实如果单这样看 其实看起来就有点恐怖 因为感觉它在持续地下坠当中 可是我觉得有两个重点 蛮符合股市手势 对 我的意思说 它是同步的一个手势 这个跳上来是所谓的疫情红利 现在的比较好处是 疫情红利几乎已经吐光 所以应该说 我们慢慢回到正常水位 其实这绝对是一个利多 第二个现象来讲 我告诉大家一个重点 你会发现 红色是股市 它每次下跌 其实股市会在很提早 在这个讯号之前就落底 每一次都一样 可以看到 股市一定先落底 后续讯号才落底 所以你一直要等到 讯号落底之后才买股票 其实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只是要告诉大家 这个是所谓的落后指标 所以其实不用过度紧张 OK 既然落后 到底要参考什么 我们就用过去的pattern 给大家做一下参考 如果在这种空头的格局之下 你一说不用等到蓝灯再来买 对 你等到看到的时候一定来不及 所以简单来讲 我们就用过去事件 我们就20年 指数年限最后是下跌 我统计出来只有5次 简单来讲 15年是涨 只有5年是跌的 所以整个是多头 只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共通点 这20年来只有5次下跌 你再看一下隔年的股市表现 跟大家讲 只有这一年 它隔年的反弹 还没有办法去补足之前的跌市 不然每一次其实它都有办法 这个是有搭配后来降息 所以股市快速不算 隔年就会出现大涨 所以言格来讲 大家就觉得明年 现在看来降息机会也很少 对 但是理论上就是简单来讲 过往从来没有连续两年下跌 大家要把握这种原则 OK 所以明翰你会觉得 大家要开始进场了吗 我觉得应该说慢慢的 现在短线在这种恐慌下 确实不及 我们再讲一个比较短线的 因为毕竟11月底要选举了 过往的特色 选举前20天就是一个月 其实 台湾投资人还有一线希望的 选举行 毕竟希望政府 大家希望政府 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要观察 国际股市的现象 过往来讲 确实一个月之前 股市的上涨几率跟平均涨幅明显的拉大 也是跟大家讲 后一个月都涨80% 对 我这样讲这个 就是说 你不要想说政府只是为了选举 做完之后就让它崩了 其实你会发现选后 其实表现都不错 这是过去20年 5次选举的做一个统整之后 发现前跟后表现都不错 这时间点是在11月底 所以如果说往前推来讲 等于到了10月底之后 进入11月 整个选举的效应就有机会发酵 所以我会觉得说 没有错 现在可能不急 但是也不要那么悲观 后续来讲 我觉得都还有再转强的一个机会 OK 好 我们继续来看 这一波的话 在操作面上大家要怎么办 我要只要刚才讲 拆底真的比想象难 而且难得非常多 我们拿这个金融风暴 08年的图形给大家看 这个我们假设 刚刚提到 无论时间跟空间可能不差太多 我们假设现在在这里 一般投资人看到 我说很简单 我等到打底的时候再来买 这都在大家想 很简单 你可以三天不破底 一个礼拜不破底 我在进场 很好 我就把钱all in 但是我只告诉他 这是2020的疫情 他不给你机会V型反弹 所以如果等打底之后 才要买的人 这个不好意思 什么都没买到 投资人想 不然这样子 我先以这个为主 万一他V型反弹 我就追 那会出现什么现象 这个是指数的周线下跌 反弹三分之一 看起来V型反弹安全了 开始买 买完之后才发现 这就是这一次的走势 所以简单来讲 逃命波 对 后来发现指数会不断欺骗你 看起来都安全了 买了之后 再不断的破底 你要砍掉 所以一定要等到你完全死心之后 他才有机会出现 这个转强的一个状况 所以最后我觉得 建议大家操作的一个模式 还是要市场恐慌的时候 分散布局 这个老梗 可能大家都听过 我就说这常常跟讲 跟鬼一样 大家都听过 但见过的很少 知意行难 对 简单来讲就是过程不舒服 所以不愿意做 我们分享这个方法 跟几个重点给大家 第一个 如果要做这个事情 一定是先做第一个 做不到就都不要讲 第一个就是绝对不融资 不借钱 用全资股或ETF都可以 融资你会非常痛苦 对 然后恐慌的时候分散布局 用一个方式来讲 现在一万三 如果你把资金分成五到六笔 现在买第一笔 未来没跌五百点 你再买一笔 后续来讲 等于可以买到一万点 中间跌破一万点怎么办 不要看 报警就对了 从此不要开APP 起码他看到这段就想说 会破一万点 我说假设 我们在讲我们的策略 我们想的比较远的 我们不要有任何的破绽 再告诉大家 如果第一点 破万点十年线就用力买了 对 那我一定说怕的就是不来 你一直在等破万一不来 所以我就讲 你现在必须要分散下去 我刚刚讲 如果第一点最后 比想象的早 我只买了两笔 他就冲了怎么办 算了 少赚不赔钱 追错了套牢才赔钱 如果买两笔就让他上 最后只要回到起跌点 你就全部都获利 所以就跟大家讲 恐慌分批买 才是最好的一个策略 OK 谢谢明翰 我们继续来看到 这是我们庆才哥一起来看 我们常常在举例说 最坏的时候 也是最好的时候 那现在还会不会有更坏 很难说 怎么样判断 事后可能会转好了 对 那我们用这个 因为我以前在台数集团 带过 我们用王永庆 我们王永庆大道都叫 经营之神 经营之神 他的神之操作法 王永庆都投资 在最不景气的时候 你要大盘投资 这一次的这个行业族景 为什么那么惨 在最好的时候你去投资 就变不好的时候 你整个 哇 学本无归 所以你看看我们的六青 在投资的时候 那个是最不好的 而且这个六青 几乎挂把台数 拉得很惨 但是你看看 做好之后 以前台数的价钱都在这里 现在都在这里 这边才是 这边的股本不大 这边股本多大 所以它利于不败之地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 最坏的时间进去投资 你才会有获利 第二个来讲 它有一个叫做 瘦额理论 什么叫瘦额理论 就是一般的鹅 我们大概养四到五个月 就可以 大概五六公斤 但是以前大家都没有飼料 都吃那个草 就到六个月的时候 才两公斤 两公斤而已 王永庆就去把他大肆收刮来 然后用飼料给他吃 大概四个礼拜就涨到六公斤了 鵝的这个计价就是用这个公斤去做的 所以你要在这个就是说 这个鹅已经中息 已经告罪了 就是说他已经成长到了 但是因为他营养不利 你营养给他进去 他很快就进入了一个爆发期 这个的一个投资来讲 来引发出 就是说现在是最坏的时代 但是你投资的好 我觉得也是有机会 这一档也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这个就是什么 金宝 大家讲金宝 那没去 但是你看金宝最近也什么 都不跌 而且是什么 他在泰国金宝 夺下APPwatch的大订单 八座工厂产能全部满载 最重要是什么 金订单 那另外来讲 再跟大家讲 就是说这个富强星 这个是在我们2022年 泰北plus的展览 就是最近在 这个我们展览馆那边在展览的 工业4.0 它是展览最大 而且技术最领先的 所以很多的发表会都是由他来发表 你不要小看他 他的新技术在哪里 他现在来讲就用塑胶来起 钢铁 塑胶来起 这玻璃 就用在电动车上面 所以电动车现在以前来讲 一辆电动车可能要好几千个零组件 现在可能剩下一半就够了 就是要靠富强星这种射出 把他砍曼在一起 那他的技术在哪里 他的技术在零坡的已经开始要量产了 而且来讲 他我们现在来讲 现在全世界大家最重视就是印度 他是我们这一个在印度的龙头厂 今年出100台的供需区 明年500台开始赚钱了 这个印度的市场 最大的重点是什么 他这个新技术获得BRB 这个是中国大陆最大的 TESLA 全世界最大的 连日本的风亭都采用他的东西 你看看这个有多大 然后德国的BMW 都用他的这个射出称性 而且他现在已经从双射晋升到多射 多射来讲 他的毛利率提升10% 而且他的订单是什么 第四季就是10月开始要出货 是像这种公司来讲 我觉得就是说 你想看看一家小小的公司 现在股价20块不到 全世界所有最大的电动车 都跟他 都是他的客户 我觉得这个未来发展的潜力会很大 谢谢静哉哥 我们现在大家就可以多做功课 纳入观察 郑鞋我们一起来看 当然现在这段大家想说 我很想抢反弹 跌升总是会反弹 但是我们刚刚讲又怕街道 现在可以抢反弹吗 有没有什么小技巧 我知道大家 我先把观念性跟大家讲一件事 如果现在在一年前 股市一直在走高 然后资金一直进来的时候 如果这时候有人叫你做空 你会不会觉得他有点疯了 对 被骂 我想问一个很好笑的问题 现在反过来了 股票一直破底 然后资金一直往外逃 为什么 教练抢反弹的 你不觉得他疯了呢 这就是同样一个道理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等 资金的活水进来 就只有一件事 还是money money money 但是我知道他还是很爱抢 所以我现在 所以说原则上 现在不应该抢反弹 理论上是 因为为什么 我就说一年前 股市一直在涨的时候 对 你会说叫你放空 就是不要逆势而坐 对 为什么现在你会觉得 要抢反弹 所以我老实说 在心态上我觉得不是 但是我知道 难免手痒 难免手痒 这都叫做两个方式来做 第一种方式是 过去我教了一件事 叫做什么 跌深抢反弹 一定要干嘛 抢最早跌的 跟跌最深的 这种要跟抢银行一样 但是这种部分 要比较趋向法人 或是每天在看盘的人 因为我们就抢到 抢银行是抢不抢得到 都要跑 而且这也不适合 内心不够强悍的人 因为内心不强悍的人 忽然跌破成本 你可能不会买 你可能不敢卖 所以今天我要叫大家第二招 因为第一招 太不适合一般人了 所以我要叫大家第二招 第二招是什么 第二招是什么 是找当强势的公司 补跌的时候 就是说 他明明在处境很强势 例如像生计 IPC 网通 这些都是我们过去一片点名的 你过去我们的方法是什么 我们找最弱的 然后希望他反弹的怎么样 又快又急 那这种要义高人胆大 我相信可能不适合每个人 所以那你就去找什么 明明是强的人 可是他因为补跌 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墨跌段的一个补跌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投资朋友 所以在心态上 我先跟大家说 我并不支持大家一定要下手 但如果你要下手的话 以现在的格局 我不建议大家要这种 抢最跌升 然后抢最先早跌的 因为这要手脚很快 我记忆反而是 这种强势股 你在他补跌的时候去接的时候 他慢慢的 因为他为什么强势 因为他业绩特别好 也许你慢慢的跟他熬过那一段的时间里面 他更可以发挥他的价值 OK 好 这个是另外的现阶段的 这个是之前强势股落后补跌的一个反弹操作法 也给大家做参考 我们现在马上要来关心 这个另外一个市场 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 完美风暴的起点 恐怕是在欧洲 大家回头来看 我现在知道强势股落后补跌